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 《琴头游世界》 原本上星期已经成了大家直播 我去主题乐园体验最新的机动游戏 但因为我不小心 弄到手台电话中毒 大家期待了这么久的直播被逼取消 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对不起 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下星期我会和妈妈带大家去南亚岛 登山和吃豆腐饭 OK Good day 诶 喂 广东话请按一字 普通话请按二字 for english请按 free 打电话来又不说话 只有电话录音都不知道他想怎么 统统啊 刚才是谁打来的 知道啊电话录音来的 哎呀十成九是那些诈骗电话 近来真的有很多诈骗电话 尤其是是假冒官员 知道了知道了 统统啊 如果你接到陌生来电的话 最好就不要听 但如果你一定要听的话 那就千万不要透露任何的个人资料 包括你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 银行户口资料 网上 或者电话理财的密码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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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妈妈呀你看下 有来电显示的嘛 凡真是加852开头的呢 就一定是香港电话号码来啦 啊 糟了 可能是打电话来找我合作拍片的 哎哟 彤彤啊 有加好的来电呢 是代表在香港境外打来的 很有可能是假冒本地来电的诈骗电话 就算是没有加好 你看到陌生来电 又或者没有来电显示 都应该提高警惕 哎呀 行了知道了 总之我问清楚她是谁才能听就行了 不用担心了 喂 我是彤彤啊 你会是哪位啊 彤彤 刚才不是说了 叫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的名字叫彤彤 我还很大声地告诉你 我叫彤彤 原来她叫彤彤 喂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看看 我一问清楚她是谁 她就立刻收线了 行了 我大过女了 我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的 大过女了 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的 就是担心死我啊 记不记得 够钟约了Dr.5G做访问了 你那条预告片拍完没了 哎呀 我还记得拍结尾了 嘿嘿嘿 哈啰大家 我又回来了 这个星期 我就约了妈妈的好朋友 通讯专家Dr.5G 来跟我们讲解最新的通讯知识 如果大家第一次观看我的影片 又很喜欢的话 应该怎么做啊 就是按影片后面的订阅按钮 还有按旁边的这个小钟 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我们的直播通知了 我们下期再见 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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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行的不行的 行的行的 你平时都做开访问的 怎么会难倒你呢 哎呀不行的 我以为你做录音访问而已 谁知道你要拍片 还放上网上平台播放 哎呀不行的不行的 行的行的 到时我配音乐和字幕 这样就很好看了 就像你平时教书那样就可以了 童童 Action 5G是什么 让我告诉你吧 5G是低时言 极速的通讯装置 可以连接大量的连线装置 同时运作 OK Good take 哎呀 Dr.5G 你是通讯专家来的 我想试一下感觉可以再专业一点 专业一点 童童 Action 5G像不可能 变成可能 5G可以遥拒手术 同步教学 无分地域遥拒陈症 智能监测 保障安全 串流直播 超高清 昇画同步 同步视像 Action Good take 哇 Dotr5G 如何 最后一段了 还有吗 是 我们试试亲切点 亲切点 和欢乐点 欢乐点 童童 Action 5G 5G 将万物互联 覆盖无缘区界 令生活变得更美好 Yeah Good take 哇 好厉害啊 Dotr5G 真是 我直到觉得通讯事务管理局 应该找你做推广大事 去做全香港的学校 推广最新的通讯知识 你知不知道 听完你说之后 我都立刻想转用5G服务计划 哎 嘿嘿 妈咪 如果我转用5G外高清直播的话 我订阅人数一定会上升 你不要不记得 你刚刚才点击了来力不明的网页连结 令手机中毒 你保护手机和网络安全的知识 这么薄弱 你猜妈妈会不会这么放心 让你转用5G服务计划 哎呀 这样啊 敬一时奖一时嘛 不用你考一下我 考一下你 刚刚我真的有一份 保护手机知识大赛的游戏范本 童童不如你来挑战一下 好啊 那我就试一下 不过呢 如果我答对了 是不是可以转用5G服务计划 你答对了 才再讲条件 好 我决定现在立刻在我的频道开直播 让大家观众都见证着 我彤彤 是懂得保护手机资料的 那又要上镜 是啊 干什么啊 刚才你不是要化妆吗 不是我要化妆 是你要化妆啊 OK Action 欢迎大家来到临时直播的第一届童童手机保护大赛 我就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Dr.5G 好了 让我先讲一下游戏规则 以下来我就会问童童有关保护手机资讯的问题 如果童童答对的话就会得到童童妈妈送出的快智上网服务计划 没错了 但如果童童答得不对的话 欢迎大家即时糾正它 我呢就准备好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哇 好棒 大家都准备好了 那即时开始了 嗯 看看一些问题先 第一条 如果你要为手机的账户设立一个很强的密码 你会怎样选择呢 你会选择A还是B呢 A有你的名字和生日的 嗯 让我想一想 通常强密码就会长过八个位置的 又会有数字 和英文大世界在里面的 让我看看 两个都有的 不过A的有我的名字和我的生日日期 很容易记住 那当然是A 哎呀 童童啊 就是因为有你的私人资料才不可以用 千万不要用个人资料 例如你的名字和生日 是不可以用的 因为很容易被人猜到 密码越长 破解的时间就会越久了 没错了 如果可以的话 就加上符号 那破解的机会就会越小了 这样啊 那我应该选择A还是B呢 我相信你们 我选择B 选择B是吗 让我们来看看 没错了 B是对的 正确的 好 再看下一题 手机上的网络共享功能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A 有需要才开启 B 尽量保持开启 慢着 慢着 先让我想想 先 网络共享功能 通常是给其他装置 例如是电脑或平板电脑 利用电话手机来上网的嘛 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才开启这个功能 又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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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很麻烦了 那我当然开启它了 B 哎呀 彤彤啊 你想想 如果手机上的网络共享功能 是长期开启就会增加手机的风险 所以如果不需要和其他装置 共享互联网连线的时候 就应该关掉网络共享功能 就是我们电话里面的个人热点 又或者是流动热点 这样啊 那我应该选A还是B吧 我知道了 我跟他们 我选A 很大声选A 他们看一看 A 有需要才开解是正确的 谢谢你们啊 好了 看下一个题 应用程式或者网页 想传取手机里面的资料 你觉得应该A 全部不同意 还是B 查看传取的选项呢 哎呀 这个简单 这么容易 我要安全 当然全部不同意了 A 哎呀 不是啊 彤彤 这其实是下年应该看清楚 查看的选项 因为呢 有一些软件 是要得到你某一些资料 才可以部分运作的 没错了 彤彤 简单来说 如果你的通讯软件 传取不到你手机里面的 联络人资料 那你还能不能带到电话 打不到电话 那是很大的事 那我全部都同意了 哎呀 彤彤 看清楚 没有这个选项 没有这个选项 对啊 那我应该选什么 我好乱 哦 我先知道 我要选B B 查看全取选项 好 看看 没错了 应该是查看全取选项 对啊 同时你也要为手机安装防毒 和防导的软件 定期检查手机 看看有没有木马程式 或者恶意程式的入侵 那就最安全了 看清楚才全取 那就最安全了 没错了 Dotter 5G 那我正是 答对了 过关了 好的 全部答对了 我下星期就可以用5G 完全高清直播 给大家看了 下星期再见 慢点啊 服务计划 服务计划 不是说转就转的 我们在转用之前 一定要看清楚 服务计划 比较不同的计划 因为不同服务计划 有不同的收费 你应该根据个人的需要而选择的 没错啊 你用数据 用到好像倒水一样 所以在转用服务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当流动数据的用量到达上限的时候 会是怎么安排 是会额外购买流动数据 还是会限制数据的速度 哎呀行了行了 总之呢 我现在立刻下楼下的铺子 问清楚 然后拿完资料回来看 那就可以了 记住啊 彤彤 行了 妈咪天 哦哦哦 她什么叫妈咪天 哦哦哦 全句是 妈咪一鹅 夜鹅 整个天鹅 oh 哈哈 彤彤真是太缺乏 保护手机和网络安全的知识了 那你就我们天天 跟他说关于手机 还有网络安全的知识了 他就只会看到我 好了 懂啦,懂啦,不用擔心 我真的很擔心她會出事 既然我是沒用的,不如演出來吧 演? 你的意思是做一套富有教育意義的畫劇 然後在彤彤在看的同時 代入主角的情感 然後親身感受到網絡黑黑的利害 這是一個相當好的辦法 但我的辦法更加厲害 蛤? 選有教育法 哼哼、選有教育法? 即是由我去扮演 生活上可能出現的騙徒 等我引誘彤彤彤彤彣� 讓她跌進陷阱裡 讓她知道安全意識自己多重要 這個方法很安全 對阿 還等 Laurent 彤彤的位置在… 看看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開始 Dark 去哪裏?那裏? DOTA 5G 等我啊! 哇,原來5G服務計劃都不便宜的 但是呢,如果我轉了高用量計劃的話 那我訂閱人數,不一定會上升 最新的5G手機呀! 5G手機呀! 5G手機呀! 妹妹,有什麼可以幫你呀? 我想轉用最新的5G服務計劃,叔叔 轉用5G服務計劃好呀! 現在這個服務極速低時限,通訊大趨勢來的 最好呢,當然會換上最新的5G手機呀! 哇!但是呢,我這部電話用了兩年而已 性能還好好的! 你這部手機呀! 你這部手機是4G來的,不支援5G的 蛤?如果我要用到5G服務計劃,就一定要轉用5G手機呀? 當然啦! 那豈不是很貴啦! 咦?幸好你今天遇到我有個閒時優惠! 蛤?有什麼優惠呀?哥哥! 哥哥呀!你給我看一部手機呀! 那你賣一部手機,給我再補一千元 就可以即時拿到最新款的快速手機呀! 那麼便宜? 當然啦!還是現貨即開即用呀! 哇!我要啦!不過呢,我都要問一下媽咪先呀! 問媽咪呀?問完我都買給大家啦! 沒有呀!那...啊! 幸好我上個星期考試成績好,媽媽給了一千元,我就零用錢 我夠錢而已! 不過呢,都可以等一會兒! 等什麼呀?你幹什麼呀? 嘩!你現在才做手機資料備份呀? 嘩!好久的!我等不到那麼久了! 是啊!資料備份我一向都有做的 現在呢,我正在刪除個人資料 那就不怕我的個人信息外洩啦! 哦!妹妹,想不到你對於保護手機資訊都有些意識的呀! 嘩!不用說! 畢竟我也是一個網上頻道10萬訂閱的KOL 這些償識,怎麼都有一些的! 這麼厲害呀?更加要用5G手機啦! 好!搞定! 教手機,還有一千元! 哈哈!多謝! 來,手機呀! 嘩! 看看是不是真的快很多 快一點點啦! 蛤? 你換了5G手機而已呀! 你沒有用到5G服務計劃呀? 5G手機是要配合5G服務計劃才可以5G上網的呀! 呃,那你幫我轉做5G服務計劃不就行了? 呃,我想我幫你不到了! 蛤? 因為登記服務計劃是實名制的! 凡是年齡未滿16歲的人士是要得到一個成年人確認! 還要登記該成年人的資料呀! 幫你不到了呀! 蛤?怎麼這麼麻煩呀? 蛤? 童童! 媽咪? 怎麼不接電話呀? 呃,行了!不用擔心呀! 幸好有手機定位呀! 如果不是真的會擔心死我呀! 啊!媽咪呀!不如你馬上幫我轉做5G服務計劃呀! 為甚麼這麼心急要轉做5G服務計劃呀? 你都未買新…新電話呀? 這部是最新的5G手機來的呀! 你哪有那麼多錢賣呀? 那我平時有儲錢的呀! 好!那你又知不知道你這部5G手機的電話 會不會不支援香港的網絡服務功能呢? 蛤? 怎麼會有5G電話不支援香港的網絡服務的呀? 哦,你這次就不說了,懂啦!不用擔心啦! 我這次真的不懂呀! 那你聽著啦! 並不是所有的5G手機型號都支援香港的5G服務網絡計劃呀! 蛤? 特別是在網上呀,又或者是在海外購買 在賣之前你一定要看清楚那個產品的資料 又或者問清楚那個銷售箱 啊!糟了!連機都開不了呀! 咦?剛才的叔叔呢? 誰叫你這麼衝動買東西呀? 不是呀!剛才有個好底好底的優惠呀! 那衝動買東西,好底的好底的優惠,有沒有幫到你省到錢呀? 沒有! 就是因為你沒有謹慎看清楚呀! 媽咪,那現在怎麼辦呀? 唉,那還不走呀? 走去哪裡呀? 哦!你下星期不去南亞島直播啦? 我去呀! 那你是不是想你的頻道追隨者再一次身亡呀? 不是呀! 那是不是要去買個新的手機 和轉用5G服務計劃呀? 是啊!媽咪,I love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劇本一,猜猜我是誰! 喂!我呀! 哪位呀? 我呀!我把聲音你不認得 阿文? 是啊!我是阿文呀! 我轉了新的手機電話號碼呀! 你怎麼證明你是阿文呀? 啊!我打個視像給你,確定一下吧! 嘩!這麼聰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劇本二,幸運而是你! 恭喜你呀! 中了我們公司的特別大獎 你現在只需要在你的手機下載一個應用程式 吳靈掌 啊!又這麼聰明呀? 劇本三,逆政經雲! 你好,我是衛生署署長 為什麼一個一個都這麼聰明呀? 不行,一定要想一個新的手法騙人才行 哇!媽咪,你看看,真的很漂亮呀! 疼不疼呀? 你看看,你決定好在哪裏直播沒有? 媽咪呀,又是你說做每件事之前 都要小心、謹慎、看清楚 我現在每個地方拍完片 然後放上網,哪裏最多Like呢? 我待會就在哪裏做直播 你說什麼? 我們整個南亞島都走勻了 那你就拍了很多短片上載 你的流動數據有限的 放心啦,我現在用高用量計劃 有100GB的 我拍了短片上網 然後待會做直播都用不完 你不要忘記 自從你轉用了5G服務計劃之後 你很多時候嫌家的Wi-Fi慢 你也要用你的手機上網 是呀,不夠的 平時我一個星期都用10GB 現在一個星期都未到 我哪裏用到100GB 哎呀,媽媽很累呀 你自己玩吧,我先討一下 我去那邊看看 小心呀 香港媽媽 你好呀 你是哪位呀? 我呀 你是… 你呀 DOTOR 5G 我真的差點不認得你呀 是呀,我的煙氣沒有退步 上次你的選友教育法很有效呀 現在彤彤在謹慎看清楚方面 真的做得很好呀 既然是這樣,你這次叫我來,有甚麼事呢 就是流動數據用量 哦,流動數據用量 行,交給我 是? 是 啊,你們看看 這邊我可以看整個南亞島的 是不是很厲害呢 啊 這麼多位,突發事情發生 媽媽,那個伯伯做甚麼 那個伯伯做甚麼,我看看 啊 啊 我都不知道那個伯伯做甚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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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是不是弄傷了受傷呀 啊 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餓呀 啊 爸爸,你是不是當失怒呀 啊 哎呀,那是怎樣呀 你不說出來呢 我們是很難幫到你的 哎呀,我想聽美班傳多少點 但我的手機又沒有訊號呀 哦,沒有訊號是不是 我沒有訊號呀 童童呀 媽媽的手機都沒有訊號 幫不到這個伯伯 哎呀 手機有訊號呀 5G網絡覆蓋到命 哇,這麼好呀 妹妹,你可不可以借一部手機給我呀 蛤 好啦 各位,不好意思 伯伯需要我借一部手機給他 稍後回來再見大家 童童是吧 嗯 等一下我可能會動用到你的流動數據 你不介意嗎 不要緊 我數據用量有好多的 好多啊 那就對了 搞定 Hello,我又回來了 一會兒就和媽媽帶大家去吃豆腐飯 是呀 童童,你看看 留言說畫面有窄和起格的情況 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 哎呀,你們不要走住 還輕輕的 是不是流動數據有問題呀 蛤 有短訊呀 你的流動數據受到限制 沒理由的 剛才伯伯下載了一條8K影片 數據用了一百的 那剛才是誰說 不要緊要啦 我的流動數據有好多的 是我 但我沒想過這麼快會用完數據的 不要緊要 我呢,找我的零用錢 買多些數據來用就可以了 童童呀 請問 這一部新手機是怎樣的 是找我的零用錢來買的 那倒是呀 你已經用了零用錢來買這部新手機 請問你還哪有零用錢去購買額外的流動數據呢 媽咪 那怎麼辦呀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呀 童童 那沒辦法啦 今個月呢 做不到護衛直播的啦 蛤 那我的分享和like 豈不是會少了很多 誰叫你不留意自己的數據用量 搞到用了流動數據都不知道呀 哎呀 現在的手提電話網絡有限速 家的Wi-Fi又這麼慢 我還有十條片未上載的 媽咪 家的Wi-Fi路由器都好像用了幾年了 是時候都要換一部新的啦 是啊 又聽說好像伸出了新型的Wi-Fi路由器 是啊 那不知道我明天有不有空找DOTOR5G 聊一下關於新型Wi-Fi的資料呢 有空啊媽咪 明天真的有空啊 洗衣服啦 煮飯啦 擦地啦 素殘啦 我幫你做了 所以你有很多空啊 這樣也差不多 差不多 哈哈哈哈 經過我一個星期不斷地去研究 這麼多個電話行片的失敗個案 終於讓我寫成一個完美無瑕的劇本 只要我準備充足 他們稍微鬆懈 沒有小心地去想清楚的話 哈哈哈哈 還不讓我騙到 乖乖地送錢給我洗 嗯 嗯 就找你來練習一下 喂 你好啊 快递公司打來的 你有個包裹需要收件 不過呢 需要填寫個人資料確認一下 什麼快递 我都沒有在網上買東西 你是不是叫童童啊 是啊 這樣就對了 可能家人買給你的呢 對了 你家有沒有大人在 哇 哇 難道是媽媽買給我的最小WiFi 六二路遊戲 不過呢 媽媽還沒回來 不要緊的 待會我會發一個短訊給你 你打開之後 裡面會有一條超連結 嗯 耐力不明的連結 我是不可以隨便點擊的 哦 那你可以放心 你待會可以留意一下 那條超連結 如果看到有GOBHK 即是代表政府認開機構 很安全的 哎呀 不要了 我還是等媽媽回來才搞 哦 都不要緊的 不過要提醒你 由於你的包裹 資料不齊全 如果三十分鐘之內 我們收不齊資料的話 就會取消派遞 到時如果你想重新派遞的話 要額外付錢的 蛤 不好啊 不如這樣吧 你是不是住在香港 不是啊 我住九龍的 哦 即是住在香港的九龍半島 是啊 沒有問題的 稍後你發一個短訊 把你的地址告訴我 然後我親自把包裹拿上來 當面跟你確認一下資料 因為如果等到大人回來的話 就會趕不及了 好啊 謝謝你 你好啊 快弟公司 快弟哥哥 謝謝 不要客氣 對了 你家人在嗎 沒有啊 不過我打電話了 媽媽快來回來了 沒有時間了 蛤 因為是這樣的 由於我呢 是和這個網絡供應商 屬於同一間公司 所以 現在我要在你的手機 下載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等到你大人回來 就可以立刻用了 好啊 謝謝 行了 你現在輸入這個 上網密碼和電腦密碼就行了 成縱完成 再見 啊 你不是要先檢查資料嗎 噢 啊 這麼奇怪 嘩 saber 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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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彤 你打開5G 人嗎 彤彤 彤彤 人呢 彤彤彤 啊 那個快弟哥哥 走了 可能是數據黑客利用電話行騙 咦?沒理由的,他說他是快遞公司,他還能叫出我的名字 彤彤,現在的騙徒很狡惑 如果你一懷疑的話,你應該打電話去防騙218222查詢 平時你也可以去這個網址,就是反詐騙協調中心 www.adcc.gov.hk,有更多防騙的資訊 糟了! 什麼事? 你們看看這個Wi-Fi6E路由器,上面和這個包裝袋上面 都沒有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標籤,所以很有可能不合法 有機會干擾到其他無線電通訊服務 路由器上可能還有木馬程式,數據客客可能會利用軟件遙控電腦 彤彤,快點關掉程式傳取權 我電腦裡面很多資料都沒有了 我的頻道裡面的影片全部都沒有了 我存了這麼久的10萬訂閱,閃閃眼就沒有了 不行,我要開直播告訴大家 我有客客入侵,寫線字是這樣的 彤彤,如果每一次網絡問題發生的話,你都會開直播的 如果又經常發生,如果換轉是你,你會不會對這個頻道有好感 不會 彤彤,我希望你明白,我們是需要有善用流動數據 正確使用手機還有通訊設備的知識 特別你是身為直播和短片的KOL 這樣頻道追隨者才會有良好的影響 對不起,是因為我這次網絡安全意識不足才會發生這件事 你現在知道也不遲 我以後一定會小心、謹慎、看清楚 不如這樣,我現在立刻開一條新的頻道 來介紹精明通訊貼士吧 不過我現在連上網的設備都沒有 如果你真的決心改善,媽媽當然會支持你 是最小的WiFi錄音樂遊戲 謝謝媽媽 好了,那我決定我第一條短片 就教大家怎樣善用流動數據和保護手機資料 事不宜遲了,我們現在立刻開直播了,媽媽 你呢?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新頻道 這次我們會介紹一下精明通訊貼士,媽媽 是嗎? 沒錯,彥彤彤 現在經常有些詐騙電話 如果你看到一些陌生的來電打來 我們可否接聽 千萬不要聽 沒錯,但如果你不小心聽了 那你可否透露自己的個人資料呢? 不可以,爸爸媽媽的都不可以 公公婆婆的都不可以 爺爺媽媽的都不可以 沒錯,做得非常好 既然是這樣,不如這樣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見大家 為甚麼會這樣? 這個彤彤 既然開直播教人提防詐騙電話 不要透露個人資料 還有這麼多人讚好 越來越多人懂得提防詐騙電話 那我豈不是騙不到人? 不行 我們要想個新的劇本 和新手法騙完才行 我們又回來了 媽媽,我們好像可以教大家的 是嗎? 好,各位觀眾 如果你看到上面 有一個標語的話 我們數三聲之後 一起大聲讀出來 準備 1、2、3 證明使用通訊服務 小心提防詐騙電話 啊 哇